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精美的好礼等您来摇 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欢迎大新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普蕾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好了 了解一下这一队的基本资料 各位请看 我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离婚之后 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结婚之后呢 我发现她爱喝酒 对我不太体贴 两个人经常吵吵闹闹的 几年后就离婚了 但是她离婚不离家 让我给她一次机会 看她的表现 的确那几年 她有所改变了 也有所好转 我们就与去年办理了复归 但复归之后呢 她老毛病又犯了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这段婚姻该怎么继续下去 再婚的爱情该如何经营 来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61岁来自山东退休 女嘉宾张女士 60岁来自山东退休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离婚又再婚 对 再婚又离婚 对 离婚又复婚 对 是这么个逻辑 是 您是哪年离的婚 我是81年 以前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与01年离婚的 01年年底的时候 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您是哪年离的意的 我是87年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03年 你们俩哪年离的婚 我们两个是10年10月份 什么时候付的婚 于去年10月份又复婚了 这又一年过去了 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她 我发现她还比较老实 我就问她有房子吗 她说有 前面那房子是开的商店 后边那房子是个人住 我自己觉得我是没房子住 她有房子我就放心了 03年和她登记结婚了 登记结婚以后呢 一直是跟着我在外头 拎房子住 她那时候经常干临时工 这里去那里去的 收入也很少 我一看没办法了 我就说老王 咱们还是上你们家住去吧 她说行 得时到时到 我说行啊 到那一看 我的心都凉了 为什么呀 不是和她说的房子这么大 里头只有七八个平方 那怎么前面开店 后面住呢 她哄我了 前头是人家的 我住了户头 前头是门两 对了 后面是房子 我住了户头 她听到吗 你前头开没的房子 我在户头住 我去一看那房子 我想和她散 也没法散 已经登记结婚了 我就觉得 我怎么又这么苦呢 我又掉到坑里去了 我就觉得 那您家她 不是因为她有房子吧 不是 你没地方住啊 她就又糊弄过 说你别哭了 你别着急 下一步这儿 吹签的时候 又有房子了 慢慢地 我们也会过好的 我本来想和她离婚呢 她一说好的吧 我心又软了 没办法 去去去 没办法 我那么解决的锅吧 锅子锅子 锅了半年以后呢 她又出妖蛾子了 她床上就哭 我说你哭什么 你给我一千来块钱吧 我说你怎么的了 她说 归你朝上大学了 她又哭一闹的 又磕头又碰头的 上墙上 一个劲儿给我说 说好的 谁的孩子也疼对吧 孩子上大学去 她妈给了十五分 就差几千块钱 当天的 我一上学 什么来的 就是谁的孩子 后来这钱给没给 给了 给了 谁给了 我媳妇给 我给媳妇要过 是我那个 凑钱给她 虽然你嘴里说 但是你还帮她 凑了这个钱给她了 不是 我一看她碰头 一个男同志 我就给了她钱了 钱了以后呢 我就说 你不是说和你家 没有关系了吗 谁给你要的钱 她说她前妻打电话 我说你不是没有联系了吗 为什么又联系呢 我就生气了 我就给她拿以后 我说钱我给你 归你拿 我不需要你和你前妻 再联系了 所以我想问你一句 您当时是在意她 给她女儿钱 还是在意她 跟她前妻联系 都有孩子 有孩子 你给你孩子钱 不要紧 但是我不需要你 和你前妻联系 明白了 不是苛刻她 给她女儿钱 对 是觉得她跟她前妻有联系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好 您再往下说 后来呢 后来以后呢 她喝酒 有一次她喝醉了 喝着 就是半变身子 都不能故意了 就上医院了 真喝住院了 那是就是喝得过 去脑穴症有点 后来呢 好了 后来 其实说鱼了 你再喝 离会 我们真离会了 就因为喝酒啊 没有 不是为了喝酒 她同事把她送回家来以后吧 跟我说好的 说好的以后 她说你看我行动吧 我以后不再喝了 我说你不喝行 那你从现在不喝了 我就给你个改过的机会 就这样又慢慢地 过了一门以后啊 她又出幺额子了 她呀 给她兄弟们买房子 她又去借钱 你借钱不要借 她不上她的朋友那儿借去 她辈子我 上我朋友那儿借去了 我知道以后吧 我第二天就凑够了钱 还上人员 这一万块钱 我觉得能丢人 人员都要上门来了 我说我从来没有借过钱 让人员要上门来的时候 我就说四十多了 找了这么一个人呢 我说一点都不同意哪里的 我一看没办法 我说离会嘛 她也说离就离 我们这样就去离婚了 离婚以后呢 撵她走她也不走 等于你就住在她那个 六七平方米的房子里了 不是 她那六七平方米的房子 拆迁了 拆迁了 对 拆迁以后嘛 拆迁了 拆迁以后 我就在我们单位 要了一间房子 她就跟着我住 我撵她走她也不走 不走怎么办 她说你看我的表现吧 求求你啊 我说哎哟 你怎么这么年婚 真受不了了 等于离了婚她没离家是吧 她没离家 我也觉得丢人 本身我走这第二步的时候 家里就说过 不能走这一步 为什么 所以你们俩等于偷偷离了婚 对 然后呢 然后这几年 看她表现挺好的 去年她退休的时候呢 就说咱登上机器 把新房子都下来了 那个意思 哪是谁的新房 她那拆迁的房子 拆迁的房子下来了 下来了 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搬到新房子去 她就说 合起来吧 求求你了 我也没脸出去 还把人也照了 什么没合呀 去年合了 合了不就行了吗 合了以后啊 那些老毛病又翻了 我搬家搬得腰不好 去不来床了 去不来床呢 我说住院呢 她也不让我住 不让我住 我就在家 那个天上高月啊 躺着 躺着 我说你去打点水 或者干嘛的 她也不干 光去钓鱼去 不关心你 一点也不关心我 后来呢 我是给她生气啊 生气生的 我又发烧 烧得我 去不来床 我就说 你去打点水 她就懒得不给你打气 她也陪你做点饭 没办法 一个腰蛾子 加一个腰蛾子 除了您生病 她不照顾您 还有别的吗 咱也不能老生病 是吧 对啊 让她买菜去了 她上楼下推着车子 拿上鱼杆 鱼 鱼卷就去钓鱼去了 打电话也不接 晚上回来 鱼也没钓着 菜也没买回来 就这样 我现在得说明一点 我多在和我朋友 约好的时候 不是腰疼就是感冒 我不去吧 朋友跟她说 老婆离不开 咱这个年纪 用好面子 晚上以后 我都不跟她说了 你难受难受吧 那是真难受 还是假难受 到了以后 我才知道真难受 我今天来 我就想和她离婚 我就又不想和她过了 我是没法过 我是不能离婚 能离婚吗你说 我这个人对她这么好 对吧 不是 你怎么对她好 一句都没 从您夫人嘴里听到 这不是 人呀都说翻话 她说不好的时候 我才好嘞 知道吗 因为我不能和她离婚 因为她不拉离婚 我真同性了离婚 那我这名字全葬送了 她就无理反差 不是 真是没法过 女人 你家的大佬 肯定是小事多的 大事没有 那您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不离 她腰疼 你是钓鱼 还是给她揉腰 几乎 我从现在开始 我给她揉腰 不钓了 不钓了 她现在还喝酒吗 不相信 她还喝酒吗 喝酒 现在是一年 喝个一两回 过节了 不能待会儿 是吗 那是一年喝一两回 不是 没劳急 我因为借酒借玩都行 你看 她在这顶上说得很好 在家的时候 要是干嘛了 她的好不能给你 喂一下的伙食啊 您爱人比较喜欢喝酒是吧 对 比较喜欢交朋友 所谓的交朋友 我碰狗友 贪玩呗 对 不关心你 对 不照顾你 对 我实际上对你 她的感情片 我总是十多年了吧 前线 五六年 我就比回来还大 这十多年了 给我离 我坚决不离 不离翻 为什么不离呢 媳妇就是好啊 她好啊 我就看她好处 我没 她说我演的 她有缺点吗 在我演的 没有缺点 你听她不离翻 她一句实话都没有 我也不图东西 我也不图财产 我只图你这个人 只要对我好就行 因为什么呢 女人到着这个年龄 实在是不好走这一步 走出这一步 去再走一步 就显得 她也不是个女人 做的事了 我都觉得 行 明白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难了啊 来 听听老师们 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先生刚才说了 有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您说大事 绝对没有 让她失望的地方 都是一些小事 可是你知道 能促成离婚的原因 往往都不是大事 很多的家庭 都是败给了小事上 如果您一件 又一件的小事 让对方失望透顶的话 那最后这个婚离的 会比大事出现的时候 离得还要快 大姐 我觉得 您就是太没有 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了 我老觉得 我这么大年纪 在离婚 让人修化 她就是拿住了 您这个弱点 觉得您心软 发生了任何的问题 只要一哭一跪 一跟您说好话 您就心软同意了 原谅了 这就是您最大的问题 如果真的觉得 这个日子过得特别委屈 而且有底线 亮清自己的底牌 是什么 就按照你心里想的 那个方向 去努力去做就行 对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请坐 这位大哥 她腰疼 您真是不知道吗 朋友的邀约 就是那么巧吗 您为您的女人 做了什么 您图的是自己 不是 那您图的是什么 感情 谁的感情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哦 两个人的感情 听起来好像 都是您在受益哦 不是 互相受益 两个人为什么 实际上 让一男一女合起来 您说得真好听 您看 您的女人在干什么呢 现在 在哭呢 在伤心呢 我知道 在伤心呢 你知道 你做了什么 就是第一张纸就好吗 就擦擦眼泪就好吗 我第一张纸 不是为了 给她擦眼泪 哦 那是为了什么 那是 别 掉地线 地板弄砸了 哦 您还不是 为了这个女人啊 拜托 大哥 您能说点真心话吗 说点 真正的让这个女人 开心的话 和做些开心的事吗 这就是看以后 我的表现 我不看以后 我们看的就是现在 我再问您 您不离婚 是为了两个人 要在一起 为两个人感情吗 对 我确实为感情 还是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大姐 为了让自己的自尊 有位置的话 真正能得到 对方的感情的话 让自己强硬起来 如果真是她不能改的话 分开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齐总 谢谢 来 图老师 在生活当中 好面子分为两种 一种是外表要光鲜 就要正像大哥这种 还有一种面子 是名声 就你这种 就为了名声 我再怎么受苦 我都要让别人感觉 我很幸福 但往往是像你这样 为名声所累的人 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 结了离 离了结 离了再结的人 反而离了两次 结了两次 所以这种要面子的人 和这种要面子的人 一旦碰在一起 结果就是你被吃住了 你那么要名声是吧 我偏偏要家丑外扬 你那么想关起门来吵是吧 我偏偏要把窗户给敞开 对 他就是这么个人 就是这样的 对 这不就你吗 你太要名声了吗 你说你活到这年纪了 你要那名声干什么 所以我告诉大家 生活是最重要的 幸福是最重要的 周围的人说些什么 有什么关系 结几次 离几次 并不是羞耻 你一直在寻找幸福的路上 但是我们不能被别人拿住了 而导致自己没有缘子 我告诉你 有一种男人 他就是过不得好日子的 他日子过得好两天 他就敲尾巴的 他只要这日子一旦安分下来 他就不老生 对 他就敲尾巴了 就开始敲尾巴了 对 所以其实要跟这样的男人 在一起过 第一 不要所谓的名声 人行得正 别人怎么评价 不重要 我过我的日子 第二 如果你还想跟这样的男人 在一起 明明知道这些男人自私自利 同时过不得什么好日子 需要天天敲打的人 那么你就要想想自己 你愿不愿意活得这么累 天天要去敲打他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也愿意这么累 那你就继续过下去 如果你想过出自己非常轻松的 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生活 那你就可以选择离开 所以今天的主动权在你这 大哥在舞台上说了几句真话 几句场面话 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你继续要你的面子 要你的名声 要被别人拿住 那你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情势不重要 生活本身更重要 一个男人对自己好不好更重要 幸福最重要 你也别昂着个头了 大家伙其实看了这么久 以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也六十一了 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往后的日子 什么样的人能照顾你 什么样的人不能照顾你 但我就觉得人吧 厚道一点 说白利一点 如果你们再继续不离婚生活下去 以你们六十和六十一岁的年纪 你们是共同的要去面对死亡的人 那么共同面对死亡 就一定要向死而生 就是接下来的日子 每一天要过得更幸福 更坦诚最重要 你不是年轻的男生啊 多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来 在这个年头 有一个伴儿跟着你好好顾 已经不容易了 好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周老师 谢谢 六十一岁的人啊 得过脑梗 这还没活明白呢 我就觉得特奇怪啊 就是在这个现场 就为这么点事 你能说出这么荒唐的话来 在现实生活里 你怎么宽容一个女人呢 那个心眼比女人还小 把那心胸打开点 人家说什么都给人叫 叫个针 顶个针 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我觉得生活咱们别 过得没劲了 对吧 六十多岁了 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你们俩现在就这么想 假设你们俩离了 从今天开始 不给她花你一分钱 对吧 不挣不了钱吗 你就治她吗 你的钱你花 她的钱她花 一分钱都不给她 两天不就老实了吗 饿着肚子的时候 还能去钓鱼啊 你们想要幸福 不置气 不斗气 十几年下来了 彼此了解对方 容忍是需要的 生活不就这么点事吗 还有 说白了啊 到这岁数呢 如果真过不下去 我相信你们不会来 有基础 所以还是来这儿嘛 互相找个台阶 好好过日子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谷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从合了结婚 我没打算离婚啊 我对我老婆这是 我诚意诚意的 尤其这几年 确实我做得不对 以后呢 我一定是全改 不让我钓鱼 我就不气了 不让我喝酒 我也不气了 我把公司全部钓紧 行吧 因为咱们多大年纪了吧 你说你也说了 老来是个伴儿 咱们把咱们最后的伴儿 做好 行不行啊 你看了吗 以后的事 你看我行动表现 咱们那些手的 电台都在说了 再做不好 你再历会 我预备 我预备 也不反对了 行不行啊 老婆 我不相信啊 不相信啊 你还相信谁啊 这么 这么好的 好 时间到啊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录 保优酷网 同学视频 搜封视频 爱奇依乐视视频 PVTV俱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 这对夫妻的选择吧 请开门 bach 晓鸣 不好意思 来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哎呀 你多幸福啊 我又好好听老婆的话 熟得大部分 来 读广告 本环节礼品是由易卑诗提供的 水嫩保湿礼盒 在易卑诗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食员送一套纯晋级保湿 时刻透水嫩要保湿易卑诗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在爱你等着你 以后我所有毛病我全改了 知道吗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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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缺隐 把我绑紧 好 请亮灯啊 在不分离 谢谢 我就跟您说一句话啊 人就是有优点有缺点 所以你只要学会去疼爱他 不需要你改所有的毛病 没个毛病还不对了 好好刺货老婆 好好刺货 好好刺货 都得改 好得不改了 随您 随您 谢谢 谢谢了 快回吧 谢谢了 谢谢啊 对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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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爱的眼睛没什么落地 也许是不经意 相遇在人海里 就知道是 还是希望他们的一段 新生活和日子到来的时候 他们能够摒弃前嫌 抓住自己的幸福吧 开开心心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面对自己的枕边人OK了 愿你们幸福 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资料 各位请看 我和我老公结婚已经两年了 可能因为我们之间性格的问题 昆特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情而争吵 我老公是一个脾气 也比较暴躁的人 他因为一些小事 就经常跟我这么那个对错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这些事本来就不存在 什么对错之分了 何必要吵成这样子了 我很多事情都要求他 但是他还是觉得我 这样就有错 让人就有错 经常有矛盾 经常吵架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已经有了宝宝了 在对待宝宝的教育问题上 我们也产生了分期 本来以为困屋生活是很幸福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么多问题 我们的婚姻究竟怎么了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 29岁来自广东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李女士 27岁 同样来自广东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两年多了 谈恋爱谈了多久 13年7月份开始谈 也算有10日了 孩子多大 一岁多一点 一岁多一点 这就开始 因为教育问题就打架了 谁要来这个节目的呀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呀 就我们之间因为结婚后 也产生很多小矛盾小问题 所以我就想也不知道怎么办 也对她挺失望的 首先就我老公 她的脾气是属于 比较暴躁那些嘛 可能性格也比较倔强的 遇到事情啊 经常很多方面 都会产生意见不合的地方 那一有意见不合 她就会发脾气啊 例如就今年5月份 我们就去迪拜旅游嘛 那个行程是从香港机场出发 然后我们前一天晚上 就在深圳住 到了深圳 我们就先吃东西 可能在吃东西的上面 出了一些小分析 然后她生气了 她就自己就走了 因为 我也觉得很辛苦 每一次都觉得 因为当时吃东西 我也是先问过她想吃什么 然后准备去到那一家了 然后她说又想吃什么 又变快了 就是这一分钟 说这样 下一分钟另外一样 我也很难跟上你 明白明白明白 其实是她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我觉得 听明白了吗 她的意思是说 老公 吃火锅 不是说要吃火锅 是老公 吃火锅你看可以吗 你得说 吃哪一家火锅呢 是吃羊肉锅呢 还是吃牛肉锅呢 是吃青锅呢 还是吃红锅呢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就是她 得这样啊 对啊 好累啊 听明白了吗 明白 都是这种事是吧 不是啊 也有一些 就例如 我觉得她也不够体贴啊 上个星期 那天晚上 我就很不舒服 吃完饭 大概四点多 就躺在床上了 要我要呕吐 要浮泻嘛 然后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就到厕所里吐了几次了 然后就想她上来看一下我嘛 她都没有上来又不理我 然后我就有点生气嘛 然后我也跟她说 那今天晚上我们分房睡吧 反正我也就不舒服啊 免得好像我女儿了 然后我就锁门了 过了一个小时后 她大概就上来了 她看到我把门锁了 她就很生气地把门就踹开了 踹坏了那个门了已经 那时候我就真的很害怕 我不知道她想要干嘛 就吓了我一跳嘛 她把门踹坏了 踹坏了 你踹门那里吧 因为当时我的女儿也睡觉了 然后我抱她在房间睡嘛 因为平时都是跟门一起睡的 然后她敲她门 敲了很久 她都不开门 我是觉得她是故意的 所以我就踹了一跳 女儿在哪儿呢 当时我先把女儿 招给我妈妈抱去 然后我再踹门 踹开了 对 后来谁修的门呢 我 还有别的事吗 不体贴啊 这个帽子扣得好 有啊 除了不懂我还不体贴 她也不会照顾我啊 她不会照顾你啊 我觉得她也就不够浪漫啊 不够浪漫 就不会花点心思在我身上 我觉得就是 比如呢 就等于我是一个比较 注重仪式感的人啊 那些生日啊 或者祭奠日什么的 就一般大家都会出去 庆祝吃个饭什么的 我也前提跟她说了 我生日里要不要送我 一个小礼物那种 但她就是简单地 陪我吃了个饭 也没有送什么东西啊 就当时之前 就我们还没确定恋爱 关系的时候 她知道我生日 她还送了我 一束夸乐的礼物啊 我就感觉很伤心很失望了 被人冷漠了是吧 对啊 把我取到手了 给你生了娃 你应该对我更好 结果你看我过生日是吧 人家花都没有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因为可能是我个人性格问题啊 我也是比较 普遍的 没有那么浪漫的心情 那你追人家的时候 怎么送花呢 所以你还是肯定要 要花点心心啊 她现在不是女的了 但是现在已经结婚 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所以现在你没把那么的精力 放在她身上 现在主要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 还有工作 还有家庭呢 听明白了啊 说说女儿吧 你们俩有什么教育方式 不一样吗 小片里不是说 女儿教育方式都不一样吗 不是才一岁多一点点吗 比如说 例如最简单的吃饭了 她之前是用手抓来吃的 挺好 你随她去了 是吧 对啊 那么少的小孩 只要她吃饱了长身体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我要饿着她就可以了 所以当时 因为用手去给女儿去 她不去吗 她喜欢自己用手去 我就先让她用手去吃饱她 自己吃饭了 对啊 吃得好吗 她现在就要勺子吃了 她也喜欢让勺子吃了 现在 你随她去好了 没有 我觉得还是要教育她 从小培养吧 好吧 因为主要是她的性格 真的很暴躁的那种 我觉得她就是从小 就养成这种习惯 她就控制不了 所以你觉得 对女儿的教育上要 对啊 好好地收敛她 对 因为我女儿也是 很难教的那种人 跟她说过吗 说你这样脾气暴躁 我不喜欢 说过吗 每次都说 肯定 你为她改变了吗 你自己觉得 我个人感觉我已经改了很多 因为在她没验试她之前 我永远的底线就没这么低 比如说当时的底线这么高 现在可能是低了这么多了 但是她对你的改变 她满意吗 你告诉我 我感觉到她应该不满意 因为从一开始 她就收过我很多次 然后我就慢慢改 慢慢改 但是你都知道 性格那些问题 不是一时三刻就可以改 我们结婚到现在才两年 刚刚两年 未来一直还很长 我们还有几十年 一直要过 我希望她能给我时间 给我机会 让我慢慢改过来 你自己觉得说 我性格哪一部分是需要改的 性格比较暴躁啊 比较冲动啊 暴躁和冲动 对啊 你自己有意识是吧 有啊有啊 你怕她吗 其实不是很怕 她发脾气的时候就怕 我很好奇地问一句啊 就是你大概应该是知道 她是这种脾气的人 对吧 那你针对她这个问题 你做过什么改变吗 因为我自己本来也不是一个脾气 特别好的人 知道她是这种情形 很多时候我想发脾气的时候 我已经忍住自己了 我就怕会触发那个 跟着抱的地方 所以其实对你们俩来说 都挺看重这段感情 和这段婚姻的对吧 男生也觉得自己在改变 但是男生觉得 我是在放低我的底线 对不对 对 你不满意我 女生会觉得说 我知道你脾气抱 我脾气抱 我再容忍你啊 你为什么还不能改 对不对 然后才会发现 就出现了前面说的那些 我们听起来好像 无关痛痒的小事 但在你们心里面 可能都像一个坑一样 就记在那儿了对吧 女生会觉得说 你看这么点小事 你都不谦让我 不谦让我就算了 你还发那么大的脾气 男生会觉得说 我已经很容忍你了 对不对 对 你翻来倒去的这点破事 我容忍你为什么还不接受我 是不是这样 是 但是两个人又觉得 这个情感你们很在意 对 而女生就说你看 我的孩子不能像她父亲那样 所以要约束她 这就出现了小片里说的 所谓的在管理孩子问题上的冲突 是不是有那种无力感 想好也不知道怎么好 这段情感应该怎么调整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对于孩子拿手吃饭这件事情 从育儿的角度来说是锻炼孩子精细动作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因为她从五指抓握到四指抓握到三指抓握到两指抓握 这是必须要经历的 这是必须要经历的 所以你不要急于求成 我发现你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有点急功心力 急于求成 就是你怕孩子会变成可能说像父亲这样脾气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把它矿在一个矿子里面 但往往有的时候越是这样 越会适得其反 我们刚才听到了很多的事情 一开始我想说的 你有点矫情和作 我要浪漫 我要男生猜我的心思 我要怎样 我要怎样 其实你就是为了让他多关注我 你也应该要有所改变 男生这边我就只说一句话 当你每次想要发脾气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想想自己的女儿 你想想你的女儿如果以后交到一个你这样的男朋友 以后嫁给你这样的一个老公 你会不会想过去抽死那个男人 好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我先跟男孩来说 谁都不可能始终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不对 但是我能够渐渐地让自己控制情绪的能力增强 想别人的时候多一点 久而久之 其实你就会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反射的时间你会拉长了 哎 你就会控制了 所以慢慢的 你多为对方想一点 你就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同样的 男孩有的时候性格啊 爆发的过几点是因为你而起的 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 你觉得他会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啊 你的性格是可以影响到他的 或者说你是可以触发他那个爆发点的 做好自己哦 调整好自己 你们的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存在 你们俩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再次告诉你 孩子 你们俩的情绪 你们俩的性格 你们俩的相处方式对孩子一定会非常深的影响 当你每次你们都要发脾气的时候 想想孩子吧 一样你可能连事情也过了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陆老师 首先我们得承认啊 性格的磨合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别说两个人之间性格的磨合很痛苦 就一个人对于自己性格的克制和驾驭 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性是本性 与生俱来的 格是你触始的态度和自我的控制能力 每一种性格都有他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就看你把哪一面翻出来 你要是把好的那一面翻得多一点 你的性格就用得好 你要是坏的那面更多地翻出来 那么你性格相对于别人而言 就是一种坏的性格 好的爱人往往能够激发对方性格当中 更温柔和克制的一面 但如果你反过来 你要跟他降着来的话 你会使他更加暴躁 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老想着我们将来还有很多事 要一起干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就会不断地 去调整自己性格当中的好和坏的那一面 但是永远不要妄图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改变不了 你只希望更多地能够激发他好的那一面出来 知道吗 所有期望改变对方性格的人 那都是妄想 我们只有不断地调整 我是希望改变他的脾气会好一点 那你就要勇敢地激发他好的那一面 我每次都有跟他说的时候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我很疼我也很害怕 觉得你下次就不要再这样子 每次都有跟他说 但是你每次说完这个之后 其实你的公主脾气 你还是没有改的 调整是双方向的 一方面像对方 激发对方好的一面的同时 你自己也要改啊 我不能说你下次你不要这样啊 那我还是可以这样 那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我也要改 对啊 所以说你们俩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都看见了自己的改变 却没有看见对方的改变 婚姻又是不断肯定的过程 肯定对方的过程 而不是不断地认可自己的过程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 我在这其中我付出太多 而看不到别人的付出 那最后变成了什么 那最后变成你们婚姻当中的谈判 难道改变自己 不是应该的吗 你就会发现很多夫妻会认为 我都改变了这么多 好像你很委屈一样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你们不就是在一起过日子 而且要长足地过下去吗 所以付出本身不是一种成本 本来就是双方家庭 双方两人共同组建的家庭的 往前走的基础 所以委屈自己 付出自己 没什么好委屈的 如果还要继续走下去 就应该更多地肯定对方 激发性格当中好的一面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陀老师 其实在婚姻生活当中 每个人其实内心里面 都有一个所谓被万众瞩目 带一种欲望表达 在家里面 我希望被家里的 每一个成员瞩目 对吧 我希望我在家里面 说的每一句话 得到每一个成员 积极地反馈 否则我觉得很失败 这个时候我们恰恰忘了 在这个过程里 要倾听那个成员想说的是什么 很多事情 如果你要占主导的话 请你势必恭亲 好多人做事都是这样 又出钱 又出力 嘴上不及得 我说你 我很多方面也是这样的 而你说别人是很轻松 自己做的时候确实很难 因为你要克己 我们的前提是 我们想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导者 每个家庭的磨合 最后磨合的是什么 磨合的是 谁在家里面 起一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 因为总是要有人多承担一些 一定要有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家庭这个概念 除了爱还是不够的 大概还需要一些智慧 这个智慧 既有管理家庭的智慧 也有自我管理的智慧 千万不要跟女人动手 不管她对你做了什么 都不要跟她动手 因为你老这样 闺女看到以后 闺女未来找的人 一定就是那样的 她想摆脱不找 但是她恰恰找的 就是那样的 那是一个模型嘛 记住哦 为了闺女不要再那个 好了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花红糖 真情六十 老婆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 还有脾气爆炒 但是自从厌死了之后 我就慢慢改过来 希望你在以后的预训 里面能够继续给时间给我 给机会给我去改 因为我们才结婚两年 未来一直还很漫长 特别近半年以来 我也看到我们的改变 我们的人生计划慢慢变好了 旅游也慢慢长大 慢慢停滑了 房子也埋好了 希望你以后能继续 跟我一起把这个计划走上去 我考虑一下吧 我考虑一下吧 我感觉对你还是挺失望的 我感觉对你还是挺失望的 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 天空又被雨停 回不迈把心 回不备幸福在终颜的你 回不备幸福在终颜的你 如果你真想了解你的老公 童年他到底是在一个 自由的环境里生活的 还是在一个被否定 被不断地否定的环境当中生活的 你可以问问他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好 请回 来 请关门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了 我们来看看 倔强的女生 或者叫撒娇的女生 怎么来面对那个 她认为总也不长进的老公 开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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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多的 虽然这话有点违心吧 老师不就教你这么说的吗 你这性格太让我失望了 我再想想吧 这要在家里不又打起来了吗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都请 看下来 本环节 礼盒是由易被师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 在易被师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石园送一套纯净吉保湿石刻透水嫩 要保持预备试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你经常说我不够浪漫 我想今天去这么多班 从朋友老师在场的情况上 让你回到个情况几次 找你 让我继续照顾你吧 好吧 请亮灯吧 那场幸福巨连 来天难回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啊 希望你们真的能听尽 老师的建议好吗 谢谢两位请回 再变得那么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用心跳无法呼吸 爱本来就没什么落寂 我随手不见你 想念用心跳无法呼吸 说说其实挺容易 真的在生活里去践行 好像真的挺难的 祝他们幸福吧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图语老师 进入到精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衣备诗爱情保鲜剂 有网友提问 我和老公结婚三年 宝宝刚刚一岁 他平时对我们很好 但是近期特别爱喝酒 经常一回家就撒酒疯 甚至会吓到宝宝 有一次还差点和我动手 我真的特别的反感 我该死后失态撒酒疯 的确让人反感 但是你不是别人 你是他的妻子 你的反应不应该 只是说要离婚 而是应该承担起 对于丈夫的责任 应该关心 他喝酒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男人喝大酒 很多原因是因为压力 所以才要在酒精当中 寻找到自由 不能轻易地说分手 否则的话 婚姻就真的是儿戏了 本节目由绵绵保湿 湿湿水嫩 伊贝斯海绵霜 本名播出 叫保湿伊贝斯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有 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 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